在国外欺负自家人 低薪压榨台牢85度C登报道歉 丢脸丢到国外 台湾最大本土咖啡连锁店85度C登上澳洲当地媒体 雪梨先驱晨报报导 85度C2006年在澳洲雪梨开设第一家分店 从2009年到去年10月间 以每小时约薪台币279元的低薪 支付给三名台湾与一名中国到澳洲打工度假的学生 远低于澳洲法定最低薪资 每小时约薪台币392元 其中一人向青年劳动95联盟投诉 联盟针对此事召开记者会 指控台资企业85度C在澳洲剥削这些劳工 四人并向澳洲政府检举 指85度C积欠他们约薪台币99.4万元薪资 对此85度C说 以依当地政府规定辅足四人薪资 捐款5000元澳币给当地社服团体 并登报道歉 85度C说 当地工资高 经营难度高 在澳洲五家门市已关闭两家 95联盟理事长周虞轩说 当事人已收到85度C的道歉信 也拿到雇主少付的薪资 此事件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质疑自己人欺负出几人 难道是经营难度高 所以压榨华人薪资 也有网友说 台湾罐老板在国外终于踢到铁板 董新闻报道